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治病 现在我奶奶跟我爷爷年纪都大了 然后我眼睛也下了 所以我们家里没有经济来源 都是医生社会上的 医生人是圈住我们 你今天来到完美告白的舞台 是想要向谁告白 是想向我的父母告白 我想跟爸爸妈妈说 我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我不会再给你们添麻烦 希望在我离开之后 你们能够回来 照顾我奶奶 因为我不知道 我走的时候 我奶奶一个人怎么办 父母有离开自己有多久 有七年了 这七年来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对 就说难听一点吧 这个见动症 没有什么特效的治疗方式 但是即便是如此 他依然还是想着 爸爸妈妈能回来照顾自己的爷爷奶奶 爷奶奶现在年纪多大了 爷爷76了 奶奶72 除了你想要爸爸妈妈回来之外 爷爷奶奶想他们的儿子媳妇吗 想 但是他们不让我来找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说 忍后一口气 24岁的汪笔丹从小命运多传 三岁时患上了见动症 父母为给他治病 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 在汪笔丹十七岁的时候 不堪重负的父母带走家中所有的照片 丢下见动女儿和老麦的父母 决决地离开了家乡 从此 杳无音信 与奶奶相依为命的汪笔丹 只能靠街头卖畅为生 生命垂危之际 汪笔丹希望父母能回到家中 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 我们在几乎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 展开寻找 姓汪的汪笔丹 可以去他的公告 啊 你可以去聊汪笔丹 十隔七年之后 抛弃家庭和年迈父母的汪笔丹 张淳也夫妇 会来到节目现场接受女儿的告白吗 我们允许这个请你刚刚扶你上来的编导来帮你开门 可好吗 省得你走来走去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按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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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为什么没有人 来 我们转过身 别哭了 我们了解到汪碧丹的父母在广州一带打工 我们只了解到了这一个信息 没有找到 因为太难找了 没有诸多的一些线索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寻找 希望你们能帮我找到我的父母 让他们回来照顾我爷爷奶奶 这样 因为汪碧丹的身体原因 他不能站太久 碧丹 你可以对着镜头 你的父母可能可以看见 我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你可以对他们说上一些 你心里最想说的话 好吧 镜头在这儿 你跟他说吧 你不停地找到她 我给你看不过 我给你看不过 我叫你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实在在地做点事 给予你物质上面的帮助 多关爱你 多帮助你 这是最实在的 汪碧丹是个例子 我们可能只是在新闻图册上看到过这种病症的例子 但是今天活生生的剑动人在我们面前 我们都在生活当中多多的关爱这一类弱势学体 让我们一起真心地祝福他 来 编导 扶他下去 让他好好休息 从汪碧丹正在剑动的深血中 我们感受到一个坚强懂事的女孩并未剑动的心 我们希望汪碧丹的父母在看到节目后能早日回到家中 尽到儿女赡养老人的义务 同时 我们也呼吁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为汪碧丹托起一个不见动的人生为生 你很难想象支撑他活下去的一句话是 人争一口气 有人问大师说 人生是什么 大师说 人生就是呼吸 呼者为出一口气 吸者为争 吸者为争一口气